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5月8日 德甲冲冠战拜仁训得过 周日凌晨,德甲倒数第三轮迎来一场焦点战 拜仁慕尼黑座镇主场迎战慕训加伯 拜仁上轮迎来利云渡司机商誉付出 原本赢波,就提前夺冠,偏偏报冷输给中下游分子免恩斯 现在手握7分优势领跑,同样是赢波,就提前夺冠 考虑到拜仁经济主场演出堪称无敌 赛季至今做客表现平庸的慕训加伯很可能要沦为对方庆功的背景版 在德国背第二圈早早出局 后来欧关半准决赛又被巴黎圣日门淘汰 拜仁仅剩下德甲冠军这一个目标 综观赛季至今在联赛里面的表现 拜仁长久以来稳如磐石 目前以22胜5和4负的成绩领先身后 艾尔北来比锡7分 其实原本在上轮就可以宣冠军尘埃落定 拜仁不单只迎来神射手利云渡司机和一风格纳比付出 兼且对手只是中下游分子免恩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全场多方面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爆冷输1比2 无需担心 经过两周休息调整之后 拜仁金扑可以排出最强正选阵容 伤兵名单只有中场度列宿 河边路快马度格拉斯哥斯达 而费利克也将迎来直较拜仁的第二次联赛冠军 留意一些数据 拜仁金纪联赛主场路得11胜4合 可见安联竞技场是大部分得假对手的梦魇 和共摄入53球也远超下一个档次的平均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 拜仁在过去4个赛季的倒数第三轮都能获胜 为了不给艾尔北来比锡在留任何理论上的逆袭 可能相信拜仁不会让这个不起眼的连续记录就此告一段落 众所周知沐迅家伯拥有具备不俗竞争力的人脚班底 回想上赛季杀入前四获得欧关资格 本赛季来到现在排名地区 并且还落后身前的丽华古迅四分之多 要至少二场比赛才能赶超的差距 沐迅家伯显然是堕入不进反退的漩涡 就近两周休息之前的表现来看 球队踢出一波四胜一合一负 成功走出二、三月份的低谷 但要注意 近期对手里面有10号克林斯、比勒菲尔德 以及哈化柏林这些实力较弱的对手 其实真正有含金量的一场胜仗是4比0大胜 正在争夺欧关资格的法兰克福 总而言之 暂时不便判断沐迅家伯是否会和拜仁一样 调整到最佳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沐迅家伯和拜仁在此前三个赛季双循环 都是各赢一场 按照此规律 首循环获胜的沐迅家伯此番将要还债 阵容方面 沐迅家伯大致比较健康 史丁特、马古斯杜林等攻击首颜阵以待 只有后卫AM杜戈尼和前锋杜宾梅素养伤必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期望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